字幕君 李宗盛 考一下你羽毛球的英文是什麼? 這麼簡單? Badminton嘛 那為什麼叫Badminton? 我知道 不用說,開鼓 我真的知道 羽毛球為什麼叫Badminton? 因為一般認為羽毛球這一項運動 是源自1873年英國一條叫Badminton的村落 好了好了,回到現代 羽毛球已經變成一種規範化的運動項目 當然也是奧運項目 有男女子單打 男女子雙打和混合雙打 比賽會在正規的場地舉行 一個正規的羽毛球場是13.4米乘6.1米 當中會有不同的直線 代表著單打和雙打的邊線和發球線 亦都劃分出左右的發球區 網柱高1.55米和發球區就會有1.900米的距離 一場正式的羽毛球賽是三局兩勝 每局打21分來決勝 當20平手的時候就必領先2分才可以得到那一局 不過都有上限的 如果大家打到29平手 好 拿到30分的一方就贏出改局 一於說一下發球權 上一局的勝方或者成功得分就可以得到發球權 大家還記不記得發球區有左右之分呢? 0分或者雙數得分的時候就會在右邊 單數得分的時候就會在左邊開球 發球和接發球的球員必須站在對角的發球區 而發球的時候也有不少規則要留意 好似是擊中球的一刻 球就要低過1.15米 雙腳也要碰著地面等等 想欣賞到頂級羽毛球員的表現 大家當然要留意香港公開羽毛球錦標賽 這個是世界羽聯世界巡迷賽的其中一站 而世界各地也有不同的錦標賽上演 好像是世界錦標賽就是最多排名積分的比賽 另外世界三大團體賽都是球迷的焦點 他們就是混合團體的蘇迪曼杯 女子團體的幽霸杯 以及男子團體的湯姆斯杯 好啦好啦 以上那麼多資料 大家是否覺得我們說得很快呢? 其實一點都不快 因為羽毛球是世界上最快的球女運檔 最快的見力士世界撒球紀錄是時速426公里 差不多等於一級方程式戰車的最高速度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小看這個由16條鵝毛或鴨毛製成的羽毛球 羽毛球是香港最受大眾歡迎的運動之一 無論在家裡或公園都會見到很多人打球 不過大家打羽毛球當然做好在正規的場地 以及用正規的技術避免受傷 那我們一於教大家一些基本技巧吧 Lav for play 要打出一手好球 握拍的方式就一定要準確 我們可以好像握手的方式握拍 用斧口對正拍框的側面 手指公和食指就貼著球拍的闊面 無名指、手指尾就貼近拍柄底部 食指和中指也要留一些空間 握拍的力度不要太鬆或者太緊 否則就會影響手腕法力 打反手球的時候 就要改變斧口的握拍位置 直至手指可以貼著拍柄的闊面就可以了 握拍的力度同樣不要太鬆或者太緊 而高遠球就是最基本的發球方法 目的是要打去對手的底線 首先我們要靠緊中線開球 而且雙腳分開至肩膀闊度 然後將重心放在後腳 如果用右手握拍就以右腳為後腳 開球之前將球放在胸口前面 手臂微曲 另一隻手就放在後面準備 而開球的時候就要微微轉身 同時放球 並由上臂帶動前臂 在腰以下的位置擊球 同時重心向前移動 而擊球之後可以順勢把球棒揮向另一邊 如果球的落點在單雙打的發球底線中間 那就是最理想 每項運動都有屬於自己的比賽禮儀 羽毛球都一樣 比賽的時候 無論是球員、教練都要關機 拿個電話來吧 有沒有搞錯 向對手挑釁大壓都是犯規的 正手高遠球就是最基本的擊球技術 首先雙腳要分開去到肩膀闊度 同時打側伸棋 重心放在後腳 雙手以90度自然舉起 當球正來的時候 抬起手肘 要小弧形的角度向後拉 擊球的時候 發力方式就由 身體大動上臂、前臂、手腕、手指 然後向前揮拍 我們就可以抬高手肘 爭取最高的擊球點 大概是肩膀上方 而當擊球點在最高的時候 才用最快速度打下去 最後就從另一邊收拍 完成整套動作 高釣殺都是我們一般的後場進攻方法 而殺球和高遠球的動作很相似 而且動作做得越相似就越好 擊球的時候 揮跑方式和高遠球差不多 但殺球的時候 擊球點盡量爭取在身體前方 另外拍片稍微向下壓 用最大的力度打出去 雖然殺球是這麼多種技巧之中最用力 但是拉拍和收拍的時候 都要保持放鬆握拍 至於釣球的動作 和高遠球、殺球都差不多 釣球和殺球最大的分別就在於力度 釣球是比較勢力的 雖然兩者的力度很大分別 但是動作上要做到非常相似 至於網前球也是非常重要的攻守技巧 一般情況之下 越貼網就越好 準備的時候要微微側身 如果用右手握拍 就用右手作為前手 右腳作為前腳 身體也要對準擊球點 而拉拍的時候 前手就要放鬆身前 注意不要太直 也可以因應不同擊球情況 而輕微張開拍面 一般情況之下 應該在網前最高點擊球 然後輕輕放波或者搓網 再將重心放在前腳 另一隻手放在後面協助身體平衡 放網時要著重手指的感覺 握拍要特別放鬆 正手主要是用食指控制球拍 反手就用手指弓發力 但就要留意 因為網前球的力度小 所以動作都要收勢 接著就到平推球了 它是一種網前基本進攻技術 由前場快速推向對手後場 只要將這個技術 和網前放網一起運用 就可以大幅調動對手位置 平推球的準備 和網前球很相似 而且都是越相似越好 所以網前球 就要求發力動作要收勢 平推球發力以前臂、手指、手腕為主 順勢動作也非常細 而它亦有分正反手 兩者的法力要求相同 至於跳球也是一種重要的防守技巧 將前場的球從下向上 打回對方的後場 正手跳球時要微微側身 拉扒軌跡從後到下方 形成一個弧形 然後以上臂帶動前臂、手腕、手指擊球 重心放在前腳 再以步法作為配合 而擊球後以斜線順勢向上揮拍 注意不要直線向上揮 至於反手跳球的準備動作和正手一樣 但就會用反手握拍的方式去擊球 而法力位置也會落在手指弓上面 最終的示範都打得很好 不過出界 出界?挑戰 在部分國際羽毛球比賽 阿雪就可以用即時重播系統 挑戰判決 每個有兩次機會 如果成功的話 就不會扣挑戰的次數 蛤? 又說挑戰? 這麼快走了? 好 下次有機會再教大家羽毛球的技巧 香港有很多羽毛球名章 早期有陳志才、陳念慈 拿到1990年的英聯邦運動會混雙金牌 黃神和葉佩賢 就拿到2006年多下亞運會的金銀牌 近年男子丹打就有五家朗 李卓耀和黃永琦 女子丹打就有張艾爾 混雙的組合近年同樣有好成績 其中一對就是他們 你最好意給他答什麼? 訪問成人不回答 被我回答 他搶了我的回答 我都沒想到他回答 欣賞他 贏球、輸球 個人都很謙卑 他很內心地教我 因為他始終是大師姐 他不會罵我 起碼 他訓練到我佛系 他明顯的脾氣改善了很多 自從合了我之後 他在彈我以前 忍耐能力好了 忍耐能力好了 還有帶得我很好 如果想看更多關於遠無球的資訊 就記得留意康文署的網頁 到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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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處了